Hello 大家好 我是玄妮 好久不见 今天呢 会给大家看一下我在越南做生意 其实呢 我是在越南开的网店 从去年六月底开始做吧 将近一年了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这里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大家看到了吗 这里是我工作的地方 就住了一个房间 这些都是放货的 这两个货架而已 然后这些都是放货的 其实也不大 这个地方也不大 谁看过我的视频 大家就知道 我之前有分享过给大家了 我是一个人在这里 在这里做电商的 还好 我这里是做饭的地方 然后那边是工作的地方 我打包的时候就是坐这里打包 上面就是我睡觉的地方 还有第二层 二层是我生活的地方 然后下面就是工作的地方 这里之前是直播的 还有直播的东西嘛 你们看 这些帽子 帽子有一些是有问题的 我还是要处理一下的 然后这些都是电脑工作的 给大家看我打包的流程 就是在打单嘛 还有货是我要先剪好货了 然后再打单 接下来呢就是要打包了嘛 要贴单 现在就是要一个一个包起来 然后等会我就要放在快递单里面 然后再贴单的 大家看到我这样一个人工作 大家有什么感想啊 因为我自己觉得太无聊 实在太无聊了 整天一个人孤零零的这样干活 都没有跟人聊天 然后也没有跟任何人接触嘛 就跟快递人接触而已 如果谁就是经历过了啊 或者谁也跟我一样这样自己穿过夜了 大家就能体验我现在是什么感受的 刚给大家看过我现在工作和生活的一个环境了 那么从去年到现在呢 我也做将近一年了 其实也没有赚到什么钱呢 说实话啊 反而感觉自己投入并不少啊 一直一个人在这个环境当中啊 下单啊 打包呀 卸货呀 当客服啊 送货啊 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做的 感觉自己很努力了 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嘛 所以想听一下 就是想让大家给我一下建议 我是要接着在留在越南 专业工作还是回中国生活呢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的 然后呢 我宝宝 我宝宝现在两个都是在中国上学嘛 一个三岁一个四岁 这个年龄是要父母陪伴的 但是我老公经常又经常不在家 我又在这边 没有父母在身边陪伴他嘛 我这样离开宝宝 我很想宝宝的 每天都跟他视频 然后视频聊那么几秒啊 他只要挂电话了或者打都不接 我都是要通过摄像头看宝宝的 感觉他们也不理我 也不想我 自己感觉很难受 然后也很示弱的 我也想早点回去 这样就可以教育宝宝嘛 毕竟宝宝这个年龄 是给他讲规矩 然后给他形成一个好的喜欢的 但是我又在这边 又招不到闲 又照顾不了宝宝 如果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或者有什么建议 可以给我留下评论啊 那么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见哦 拜拜